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廚房想介紹一款非常簡單的茶飲 但這個茶飲都適合現在這個時候 因為現在這個時候 剛剛秋天的時候 我們身體裡面會有很多燥熱的燥火 這個茶可以幫你清熱 以及對於有暗瘡的人來說 都是非常適合的 我接下來要介紹的這款茶 就是23號茶 可以清熱和去暗瘡 也想介紹一下 我現在暫時來說 有23款的花茶 可以給你們訂購的 其實每一包的份量 都可以給你們沖一壺茶 那一壺就是300毫升左右的茶 你沖完之後 喝完第一缺 你可以再沖水喝 直至到它沒有味道為止 跟我訂購的花茶 其實都不複雜的 都很簡單的 我最少要買5包 10元一包 如果有Pay Me 可以用Pay Me 也可以用轉數快 在我影片下面 和我留言的地方都會看到 還有如果你們說 我不想用Pay Me 或者轉數快 我都可以給你戶口入數 我有恆生戶口 或者是中銀的戶口 我這些花茶 或者是養生茶 其實都有不同的功效 你們可以選擇自己 適用的來訂購 還有在我的留言 或者是影片下面 我都會放了一條link 你也可以看看 那些花茶 究竟是哪一款 好像現在畫面看到的 這個是20號花茶 是一個生根草 生根草 特別適合如果你的筋骨 好像比較僵硬 尤其是在很多時候 坐在這裡一陣子 之後要起床的時候 就要覺得那個關節很硬 要等一等 停一停 然後才可以動的 這個生根草 可以用來焗水喝 應該喝幾天就會改善 還有生根草 除了用來焗水 還可以來熬水浸腳 另外這個是21號花茶 這個花茶 有荷葉 又有山楂 功效可以通血管 健脾 化痰 降血脂 可以去水腫 好 好了 今次呢 我就說回今次的23號茶 可以清熱 也可以排毒 解毒 以及對於暗瘡 非常好 如果你的小朋友 有十多歲的 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很容易出暗瘡 其實這個茶 如果他一出暗瘡 你就焗這個茶 給他喝 焗三天 暗瘡 就會借光 還有皮膚 就會回復 好 好 第一個材料 就是菊花 我這隻是珍珠菊 珍珠菊 比較細粒 但它的味道很濃 所以用七至十粒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其他的菊花 例如一些胎菊 或者一些韓菊 都沒有問題 第二個材料 就是一些金文花 金文花 又是可以清熱排毒 以及有消炎的功效 它又會有疏風散熱的功效 以及可以預防中暑 今次的份量就是用一茶匙 好 第三個材料 就是金草片 金草的功效 它可以健脾 液氣 也可以清熱解毒 還可以潤肺止咳 它有消炎的功效 所以其實金草 也是一個很常用 也是很好的藥材 我們用一片 然後我們可以用一些熱水 沖洗一下材料 通常第一缺水 就是沖洗材料 所以我們會搖勻一下 大概幾秒 把水倒出來 不愛的 第一缺水 就是沖洗材料 然後我們再放第二缺水 第二缺水就是正式焗來喝的 通常這些茶 都是焗15分鐘左右 就可以飲用的了 這個茶也是 加熱水之後 就是焗15分鐘 15分鐘之後就可以飲用的了 現在就蓋上蓋子 油去焗一下它先 好了 現在可以喝了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喜歡我的影片 就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我也歡迎你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